这就是我买的五个猪 其中的这两个猪 你们看这个标 哇塞四次标了 这也太肥了吧 好家伙 今天的标可肥了 四次标了 看这个猪皮 巴不巴斯 然后这边是五花肉 一个猪就这么一点五花肉 这是另外的三头猪 然后现在是要撑去逛香肠 现在把五花肉上面泡子都去掉 不要 然后这边腿肉的话就这么几个 其他的全部拿你逛香肠了 这多少斤啊 看一下今天账本 差不多好几百斤的 然后再称一下重量 周姐又来买菜了 然后买了一堆的菜 提个肚子回去 你看哪块肉 你要吃哪块肉拿吗 不用钱的 要用钱 对 你看一下 太多了不 我给你牵点下来 这块我做腊肉的 这个肉没称 这个肉没称 没称重量 等一下你但是 你可以那个你可以 花点下来中午做饭吃 上爷要吃的吗 晚上家里好像还有肉 上次买的肉还没吃完 然后拿一坨肉回去 老板送了一个肚子 这就回去做饭 老板大气 老板大气 真老板很大气啊 不是你拿着南瓜干啥呀 南瓜做南瓜好吃 王总 辛苦了 周总 现在弄猪头 你多面点 那个 年包子肉不要 说哈嘞大哥哈嘞大哥就来了 切面切面 冲了半个 有电了 行吧 你现在走了是吧 好的 拜拜嘞 你要不要吃中午饭再走 那行吧 拜拜 这是我买的猪的三个猪肝 来腌猪肝 可以可以可以 趁着 嗯 巴巴死死的 那五个猪已经全部弄好了 再过香肠了 有两头猪的五花肉 是特别特别的肥 肥的我都忘了去拍视频了 然后 这两天没有太阳 这香肠啊 已经 刚了 因为我已经吃过好几回了 虽然表皮看起来还有一点点 摸起来还有一点软 但是里面它已经净皮了 已经干掉了 是可以游戏了 嗯 这两天嘞 我准备把这架子放了 看一个多门薰香肠的架子 但是 又去剃白鸭树呀 因为今年不容易去砍树 所以说就没有什么白鸭 我得自己上山砍树了 这年 打算把第一批圈给人寄出去了 第一批的话 大概也就200 100多斤 广位的 跟200多斤这个窗位的啊 想先寄出去 寄出去家里腾一下 然后如果收到货后的框里面 觉得这个还有右转的话 自己在家再挂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是笼合产品 不凑登空的哈 也没有标签的哈 嗯 看一下 这是昨天晚上周姐拿过来架子 他去焊了一下 焊了一下这个东西 然后呢 就可以把香肠放在上面 然后推到对面去 你拎不动 你拎不动 呦天呐 看一下 然后放在上面 看一下周姐设计的 这上面可以挂11根 如果是阿姨她们往里 往外搬的话 搬11次 现在一次搞定 哎我去不客是我周姐 谢谢 现在是请人 去拉了一车 这个白鸭树回来 明天准备去肉了 这一车都花我100块钱啊 真的是 今年因为不让砍树 特别的累 特别的麻烦 今天是真的猛 然后播客了周姐跟珍珍在 然后帮了我好多猛 把地都拖的干干净一点 然后周姐做的晚餐 看一下我们的晚餐 晚上吃火锅 然后这边有两个师傅 在帮我装电纱 吃饭吃饭吃饭 好处过来吃饭吃饭